阿彌陀佛 我们继续来修悬华言经 经本573页 573页 课文161页 讲义呢 就是我们的男子看的 第37文 守护一切成增长 威力主业神 那么这个主业神 他得到的这个境界是 菩萨圣生自在妙音解脱 在这样一个妙音解脱境界以后 那现在就来描述说 他怎么样来度化众生 佛子佛以持等法 持等法施众生 定身摆法求一切智 其心坚固犹如金刚纳罗炎帐 善能观察佛力魔力 常得清静诸善之事 吹过一切夜过葬山 即一切智 即一切智度道之法 心恒不舍一切智地 所以呢 这个主业神 他就是像前面所讲的 不断的以种种的佛法 他妙音解脱 就是他很会说法 很会说法 来度化众生 所以呢能够另生白法 白法就是善法 白法就是善法 相反来黑法就是恶法 来求一切智地成佛 而且使他们能够道心坚固 好像一个金刚纳罗炎帐 那样的坚固 而且可以观察佛力魔力 有的时候我们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有时候我们不小心 就落入了另外一种 执着分别 而且自以为是 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要清静善之事 因为善之事 它可以帮我们看出问题 可以引导我们到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们清静善之事 你要知道 我们清静善之事 不是为了要善之事 一直赞叹我们 如果他没有导证我们 没有给我们说 我们哪里还有进步的空间 没有在鼓励我们来更进一步 那这样清静善之事就没有意思 它就是可以一直赞叹 那你就变成 不会再进步 所以有时候我们清静善之事 你都要希望说 就是好像 就清静善之事 不是要取暖它 一样嘛 所以我们去一个团体 还是怎么样 不是要说 我在这里感觉很好 当然感觉是很好 也是需要 但是有时候我们更要看出来说 我们应该还可以在什么样进步 不是说感觉很好就好了 在善之事旁边感觉很好 那这样 于道无益啊 你只是感觉很好 但是在道业上 并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好 所以最主要你要看佛力魔力 你要看得出哪 所谓的正跟邪 我们还要懂得判断 懂得判断 这都是要靠善之事 当然也要自己的智慧啊 自己的智慧去判断 所以能够吹破一切的智活障善 就是业障 就可以吹破了 乃至能积极到一切的成佛的助道之法 心心念念很多往个要成佛的方向去 善男子我以如是敬法光明 饶意一切众生 及善道助道法 善跟助道法时 做十种观察法界 他这样来帮助众生呢 来成就 积极善法 来成就佛道的时候 他其实呢 还做了十种观察法界 就说他去帮助众生的时候 他还做了十种观察 而等为时 所谓我知法界无量 获得广大至光明乎 我知法界无边 见一切佛所知见乎 我知法界无限 普入一切诸佛土 恭敬供养诸如来乎 我知法界无叛 然后还有这个 无断 以性 性敬 骗众生 我知法界一庄严 我知法界不可犯 就说这十种观察 观察法界 第一个是观察这个法界无量 法界 最简单讲就是这个一切法 一切法 一切法 那一切法 或者是说认一个法 那它都是无量 为什么说法界无量 为什么说法界无量呢 因为所有的法界不外乎缘起 今天你要呈现出一个法 乃至呈现出一切法 一极一切一切极 为什么 它就是法界缘起 所以你一法也好 所以你一法也好 一切法也好 缘起即是无量 为什么 因为缘起就是重因缘条件 重因缘所造成的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计算 因缘 譬如说这眼前的这一只小蚂蚁 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要有这只小蚂蚁 它其实要有很多的因缘条件 蚂蚁 它有蚂蚁的爸爸妈妈 对不对 最简单的就是 它还要有它的 你这样一堆堆堆堆堆堆 可以到 如果套文科学家讲的就是 宇宙的大霹雳 要有一座大霹雳 还在这一切 然后一切都慢慢在演化 所以说最后 有这个 这只蚂蚁在我们前面 所以说 你要去看到说 这一切 简单的一切的现象 它都是很难去思量 无量 那这样就是会获得 这个广大智慧光明 那无边也是差不多意思 但是它是从说 见一切佛所知见 佛的知见 什么是佛的知见呢 就是知见无见 知见无见 知己灭盘 知见无见 这就是佛的知见 或者凡所有像解释虚妄 这个就是佛的知见 所以能够见到佛的知见 所以它知道法 法界无边 在无限 浮入一切诸佛土 恭敬供养诸如来部 没有限制 没有限限祭 因为它可以到一切的佛国 去供养诸佛 那我们跳一下 那说 他知道法界骗众生 骗一切的众生 普行妙 普贤妙行西周骗妇 有一个就是普贤菩萨 你看普贤菩萨 他的这个境界就是骗 他在一切的诸佛面前 都有普贤菩萨在供养他们 乃至一切的众生 都有普贤菩萨来度化他们 所以普贤菩萨就是他 法界缘起 能够周遍法界 一己一切 这是普贤妙行 所以叫法界骗众生 我是法界一庄严 这个庄严呢就是普贤妙行 善庄严 所以普贤妙行善庄严 就是和于法界缘起的一种庄严 和于法界缘起 也就是一己一切一切 己一的这种庄严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讲 华严经 大家不要看好像就是 平常这堂课 但如果你入法界观 来看这一堂课的时候 那不得了 所以 凡夫看到的跟佛看到的不一样 凡夫的都是看得很前短 对 佛看到的是圣身的缘起 对 你看法官 法官听说 一成堂摩佛皆已成佛道 对不对 那我们凡夫说哪有 对不对 所以凡夫看的是很简短的 好像只看到一个片面 佛不是看这样子 佛看一己一切一切一切 今天你能够称一称南摩佛 这有无量无边的缘起 这有无量无边的缘起 那我凡夫 只是看到表面看到线线线 他没有看到前前后后 没有看到片十方法界 所以他就被局限 被局限 就反复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有这样 像普贤菩萨 或者是佛的境界来看 是一庄严 我们这一堂课 我们说这一堂课 我们来庄严佛境课 对不对 我们这一堂课是一种庄严 那这一个庄严呢 法界处唯有这个庄严 同一庄严 为什么 因为无量无边 一己一切 我常讲 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这里讲法严经 今天能够有这本法严经 要不要有 比如浙纳佛 对不对 要不要 就要有释迦摩尼佛 所以比如说 那还要有依赖祖师啊 还要有十张纳佛的翻译啊 对不对 我们这个 我们翻译的 翻译八十华严 没错啊 十张纳佛 对啊 没错啊 十张纳佛 十张纳佛大师所翻译八十华严 所以表面上好像看我们很简单啊 这一堂个七十米 好好去观察 要有无量无边的因缘条件 还有今天这堂课 那同样的 我们今天这堂课以后呢 也创造了什么 无量无边的因缘出现 这堂课之后呢 你也创造了无量无边的因缘条件 至少此时此刻你没有去造恶业啊 对不对 你就在熏习滑眼睛的不思意境界 至少你种下一个种子下去了嘛 对不对 那 它总有一天它会开花结果 所以说 不要小看 所以说 如果你看得很简短 好像就是短短这两个小时 但是佛 看说 今天这短短这两个小时 有前面无量无边的因缘 才能造成你这短短这两个小时 那你今天这两个小时之后呢 也开展了 影响了你 以后你生生世世的 很多的 很多的情形 所以说 这个是法界一庄严 也有 依其一切 所以无量无边的庄严 就一庄严 就在里头 不可思议 我知法界不可败 一切至 一切至善根充满法界 不可败 不 这法界不可败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切至善根 什么是一切至 就是佛 佛的智慧 一切至 一切至的善根 也就是佛的这种智慧的善根 那我们知道佛的智慧的善根呢 那就是 简单就是空性的智慧 那空性的智慧呢 所以说 当然空不可败啊 空要怎么破坏 你有办法把空破坏掉吗 不可能吧 所以也就是说 有这种空性的智慧呢 也就是法界 是跟空性的智慧有关 由于法界跟空性的智慧有关 所以它是不可败的 所以它是不可败的 所以当他去弘法立身的时候 在这个妙音 谢波境界里头 到处去弘法立身的时候呢 他会做这十种观察法界 去看这个法界的一庄原性 法界的无量 法界的无边 法界的不可败 做这十种观察 所以呢 他的弘法立身呢 就跟这个法界相应 跟这个法界相应 又善男子佛如是正念思维 得十种 如来十种 大威得佗洛尼伦 何等为时 所谓普入一切法佗洛尼伦 普持一切法佗洛尼伦 普说一切法佗洛尼伦 普念十八一切佗洛尼伦 乃至最后一个他叫 即转一切业洛尼伦 即生一切至洛尼伦 由于他的正念思维就是思维 正念思维前面的法界的道理 简单讲 法界一及一切一切及一的这个道理 所以这很重要 你看他就在讲这个文师修 文师修正念思维 即使是大菩萨 他还是在正念思维 正念思维法界人起 法界人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常常要去正念思维 比较一直起烦恼 对不对 起烦恼 落入了这个等我众受 执着分别的这些起烦恼 那如果能够正念思维 那就是这样 法界人起不可思议 一及一切 所以为什么里面可以说 念念都可以生出翻新心 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是法界人起 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时空 对不对 都是整体的法界人起 那你念念跟这个法界人起相应 那你就非常的把心充满 但是如果你一念执着分别 跟这个法不相应 你就变成六道反骨了 六祖坛今天讲 一念你就是众生 一念觉就是我 所以就看我们这一念你是 迷惑执着分别 这些人事物 这些现象 那你就变成众生 但是如果你可以一念来正念思维 观察这些法界现象的缘起 一及一切一切其一的这种道理的时候 一念觉就是佛 所以包括我们念佛的一念清净一念佛 念念清净念念佛 所以就是怎么样 所以佛法讲到最后来这一句话 诸恶莫作众生佛性 至尽其义 看到没有 至尽其义是诸佛教 八万世间 八百法案圆经讲到最后 也是可以就是一句话 至尽其义啊 怎么样至尽其义 入法界观 入法界观 就是真正的至尽其义 所以他这里的正念思维 也就是在至尽其义 所以你看其实 这个大古少 他也在正念思维 他也在至尽其义啊 所以一旦以后正念思维至尽其义 他就开始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啊 这陀罗尼伦 就是他的神通妙妖 那普入一切法 普持一切法 普说一切法 普念十方一切火 乃至 这个 急转一切业 要转 要转我们的业啊 他要正念思维 就能够转业啊 甚至呢 甚至定业 如果你的正念思维够强 定业 我问大家 定业能不能转啊 很难转 难转 但是能不能转 可以转 不然就没有灭定业真言啊 对不对 如果定业一定不能转 那灭定业真言 不就是妄语吗 对不对 所以说 可是为什么要叫做定业 不可转 他就不管转 很难转 很难转 因为这个业力太强了 所以说如果 但是你正念思维力 所以我们学佛啊 闻思 闻思 你就是不断的要去培养那种 力道出来 不断的 不是听一听就好了 听一听呢 接下来 我们日常所有的事情 都要常常去思维 这样子 用这个法界观 怎么观 缘起观 怎么观 对不对 要用去观 那当然念佛法 它是简化为 就是 慈念佛 那慈念佛 那慈念佛 也是一个很深的法界观 简单 因观法界信一切 一切 一切 为心照 似心做佛 似心似佛 真的 真能念佛 像我现在呢 在别的地方讲这个 佛造经 佛造经 他说什么叫做念佛 他说 简单讲就是 无所得叫做念佛 无分别心叫做念佛 所以真的念佛 但持念阿弥陀佛明昊也是念佛 但是 持念阿弥陀佛明昊 要慢慢念到无分别心 无所得心 这样还是真的念佛 不是一边念佛 还一边 好像要跟佛菩萨讨东西一样 那就是有所求心 那并不是真正究竟圆满的念佛 当然我们可以接受了解说 一开始先与一勾千 你念佛 念菩萨是有所求心的念佛 我们也不能说完全错误 但是这不是很究竟圆满的念佛 那佛造经就讲到 真正究竟圆满的念佛 就是要念到无所求 无所得 这是真正的念佛 所以说这个也就是一种正念思维 那这样思维 这样就可以转业 乃至极生一切智 所以你看 可以很快的转变我们的业力 很快的能够出生一切智 那也就是成佛 那有这样的十种陀罗尼伦 以十间陀罗尼伦而为眷属 所以有这十个为首 其他的十万个 还不算一万个 十千五十万个 作为他的眷属辅助 那陀罗尼 这个我们之前常常讲过来 这是佛教的一个术语 陀罗尼 简单讲你可以想 就把它当入法门 简单讲 那他原来意思就是说 慈恶不生 慈善不死 简单就还是断额修善的意思 就是陀罗尼 所以一切的佛法 不就是教我们怎么样 断额修善 乃至至今起义嘛 所以讲来两句 这就是 陀罗尼就是帮助我们 去断额修善至今起义的法门 这乃至我为我获为众生说文慧吧 获为众生说施慧吧 获为众生说修慧吧 文思修 所以你看他这个妙音 妙音就是说法为主的 文思修 有一些比较语讲文慧 有些比较语讲施慧 有些比较语讲修慧 有些比较语讲修慧 文思修嘛 至于正 正的东西没办法说 为正你看自正 对不对 获为众生说一有法 获为众生说一切有法 获为众生 获为说一如来明海法 获为说一切如来明海法 获为说一世界海法 获为说一切世界海法 获为说一切世界海法 你看一跟一切 一有法跟一切有法 譬如说我刚才讲到麻 你看有啊有这个麻 乃是有一切的法 但是这个有呢是因缘有 那因缘有就是怎样 如画如画 所以说在讲有呢 他怎么去讲 也是可以讲有的 但是这个如画有 或者有时候叫妙有 或者叫不思议有 这个所以说有时候讲有 那时候呢有时候也讲这个佛 一个佛的名海 或者一切佛的这个名海 这个名号 简单讲就是他名号功德海 名号功德海 那有的时候讲一世界啊 或者一切世界 一佛受祭 一切佛受祭 一如来众会道场 一切如来众会道场 一如来法轮 或者一切如来伐轮 那个海法呢 就表示很多的意思啊 我就不讲 一如来的修多罗 修多罗就是经嘛 或者是说一切佛的这个 经教 所以一佛或者是一切佛的经教 一如来的吉位 或者一切佛的吉位 或者一撒不落 新海法 或者一切撒不落 这个撒不落也就是成佛的意思啊 撒不落的成佛 对 一个成佛 或者是一切佛的成佛 或者是说一成出离法 或会说一切成出离法 一成跟一切成出离 那其实一成就是一切成 一切成就是一成 所以有时候说 唯有一佛成 无二一无三 但是呢 有时候就 于一成说三成 方便 对不对 于一成说三成 乃是于一成说一切成 就是 就让众生能够处理 处理苦害 处理烦恼 好 圣男子 我以如是等 不可说法门 为众生说 圣男子 我入如来 无差别法门海 法见门海 说无上法 普色众生 尽未来解祝福先行 圣男子 我成就此圣真至在妙音界佛 于念念中 增长一切诸谢佛门 念念充满一切法界 所以他就稍微总结一下 他就是 以这样种种的不可思议的 不可说的法门 有时候说一法 有时候说一切法 有时候说一佛 有时候说一切佛 这样子 来为众生书法 他是入了如来无差别法界门海 一及一切一切 所以一 跟一切是没有差别 一跟都没有差别 是平等 所以无差别法界门海 来说这个无上法 无上圣生唯妙法 来普遍的射手众生 而且尽会来解 来够安住在这个苦行 恨怨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成就了 圣生自在妙音解脱 妙音解脱 妙音解脱 念念之中不断的去增长 念念之中已经充满一切法界 十善待同志白叶神言其灾其天神 此妾托门如是稀有 圣得正德其以酒如 所以善待同志们又是都很好奇 哦 那你这个邪托门啊 这么殊胜啊 那你营修多久了啊 正道多久了 有过分他的过去姻缘啊 叶神言三男子 来往五世 过世界 转为成素杰有杰明 离构光 所以说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 还有一个时间点 它叫做离构光明 这个节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节 叫做离构光明节 那第一点呢 这个第一点呢 有世界云 法界功德云 法界功德云世界 那这个世界怎么样呢 它说以现一切众生业 有一个世界 叫法界功德云啊 这个世界主要是它的体性是什么呢 啊 这个世界它的体性叫 是一种 这个 魔尼王 啊 魔尼王 啊 这个魔尼王呢 它可以先一切众生的业 啊 现在的众生 所有一切的众生 现在在做什么 它的造业 啊 啊 那当然相对的也许 它的受报 一切的众生的造业 受报 现在是什么情形 都可以在这个 魔尼王里头显现 那这个魔尼王 很多很多的魔尼王 随意到魔尼王海 这样的一种 魔尼王海呢 是这个世界的体性 就是它的材质啊 这个材质 它的样子呢 那样子像一朵银花 这个世界像一朵银花一样 啊 而且呢 它 住在这个 四天下 微尘术 魔尼虚弥山王 总就是它这个 在很多很多的这个虚弥山 虚弥山像这个王一样 很多很多的虚弥山 啊 在这个 这个山王子 虚弥山的山王子中 啊 而且呢 它背一个 粗银花 啊 啊 这个魔尼王 这个世界可以粗银花 啊 一切如来本 愿一 啊 能够 出生这种银花 啊 那这个银花呢 它有很多的银花 作为它的眷属 所以说 虚弥山 微尘术 莲花 非常非常有莲花 做这个莲花的眷属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魔尼 以为兼做 就是来装点 啊 啊 那就是用虚弥山 微尘术 啊 非常多非常有莲名作为 啊 来兼做 装点这种莲花 啊 啊 啊 有虚弥山 微尘术 述世间下 依世间下 有百间 亦那有 它不可说 不可说成 所以这个世界呢 啊 一样有很多的世间下 啊 那每一个世间下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尘啊 就是尘 还有国 詹男子 彼世间下 有世间下 名为妙团 中有王都 名 普宝花 花 去此不远有土地产 名 普显 见法王 方便 虚弥山 微尘术如来 于中出现 其最初佛 名 法海雷 光明佛 好 那很多很多的这个 四天 四天下 啊 这个当中呢 有一个四天下 叫做 曼妙床的 啊 这个四天下 啊 那这个妙床四天下呢 里头有很多小国家 啊 其中有一个小国家呢 叫做 普宝 八光 普宝八光 普宝八光 那在 离开这个 普宝八光 然后不远的地方呢 一个菩提场 啊 这就是成佛的地方 菩提道场 嗯 嗯 这个菩提道场叫 菩显 见法王宫殿 菩显法王宫殿 这就是很多的佛 在这里成佛 啊 有须弥山 微尘术的佛 都在这个道场 菩提场 来成佛 那第一尊佛 叫做 法海雷音光明佛 彼佛初时 有转龙王 明清静日光明面 于其佛所授此一切法 法海 玄修多罗 佛涅韩后 其王出家布置正法 法欲灭时 有千不易众 千种说法 静于末节 夜战 夜获战重 诸俄比丘 多有斗争 乐着境界不求功德 乐说王论 贼论 女论 国论 海论 及一切世间之论 嗯 那么 嗯 这个世界啊 当时第一尊佛 叫法海雷音光明佛 那 那这尊佛的时候 当时也有一个转龙圣王 这个转龙圣王叫 清静日光明 那这个转龙圣王呢 就有清静这尊佛 在学佛 那后来这个佛入灭以后呢 这个国王 也转龙圣王也出家了 不持正法 那后来佛法快要灭的时候啊 就开始 种种的乱降 就像现在啦 你看 就是 众说纷纭 简单讲 众说纷纭 对不对 哦 就是很多的自称 什么大诗 什么禅识 什么 嗯 就是各样的 混火外道 非常非常多了 嗯 千步 所以当时也是一样 千步易中 千种说法 嗯 所以呢我们还是好好看佛经 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说 对不对 你看如果大家都按照佛经 别说会有错嘛 对不对 你都大家都是自己 啊 自己想觉得说佛应该怎么样 佛应该怎么样 到时候你就千种说法 千步易中都能出来 好 所以也这样 到了末法时期 他们也是有末法时期 业障 大家不要中 啊 比丘呢 也在那边斗来斗去 哎 好 然后呢 勒索境界不求功德 然后呢 就是都探讨世间法 这世间法很多的说法 王论 贼论 女论 国论啊 癌论啊 世间之中的论 就有点像 嗯 我们春秋战国嘛 对不对 就九游十江一样 各说各的 但是这都不是真正的佛法解脱啊 十黄比丘而语之言 其哉苦哉 佛于无量诸大解海 及此拔去 并而如等而共毁灭 做事所以上身虚空 高七波罗素 增出无量诸色的厌缘 放种种色大光 并无量众生出烦恼热 并无量众生发苦心 以此姻缘比无来教 妇于六万五千岁中 何得心胜 我们就没这么大福报 遇到这样的国王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的总统 不要使我们 越来越差又好 不光是我们 你看全世界的这些领导人 都是差不多啦 你看 所以说当时这个世界 还是比我们有福报 虽然他们 开始也有莫法的现象出现 但是他们有一个 真正大福报的 这个王者 领导人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而且他也自己出家了 他自己也出家了 他出家以后 他看到 哎呦怎么现在国法乱成这样子啊 哎呀不行不行 所以呢 他就这样 自己升空啊 自己升空 自己升空 嗯 上升虚空高 七多多数王 哇 所以呢 大家看到了 哪一天我们的总统 也能够升空 我们就有希望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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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希望不要 不要下罪就好了 好 好 所以说你看他们有福报 国法可以升空啊 啊 然后现总统的瑞相 啊 大家就看了就 哦 不在一起吗 就发菩提心了 所以这样子呢 本来 呃 佛法是 已经在往衰王的方向走了 那因为这个国法 他的福德威力 使大家又回向正道 哦 又 在六万五千年啊 那又 又 又形成起来 哦 对 你看这个这个 所以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呢 影响很大 啊 影响很大 哦 这个还是好好 拜餐 校业哦 你们看 哎 不要不要至少 不要跟他脱下去啊 啊 哎 啊 那当时呢 有一个比丘尼 名法伦画 是此王女 所以这国王的女儿也出家了 这国王的女儿也出家了 他出家是叫做法轮化光 是这国王女儿 百姓彼兄明二位眷属 文父王女极见神力 他毕竟永不退转 得三昧明一切佛教灯 又得此圣生自在妙一切佛 而且他也就当时就得到 所以呢 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主业神 守护一切臣 增长威力主业神 那我们今天时间没有看到那么好 有了就在后面 这个国王是谁啊 你看 普贤菩萨 那他就后面有讲啊 他说这个 这个转人生王 请义人乌阿金普贤菩萨是 那这个法轮化光比周明 极果成事 你有看到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就说 这个下次再好好来讲一下 所以就说当时这个国王也出家了 然后他看到佛法的乱象 还心中不忍啊 所以他就显现神力 那因为他在显现神力之后 佛法又恢复了很久 有六万多年 那他女儿也出家了 那女儿也出家了 而且他看到父亲显现这么大的神通 他也就发大心啊 甚至就震到这个妙音解脱 下一段就这个 会这个本啊 就是说 谁是谁这样 那我们呢 就是简单稍微讲一下 这个当时这个国王就是后来的 现在的菩萨 菩萨 那当时这个国王的女儿 后来也出家 比丘尼 就是现在的这个主业神 所以你看又是啊 对 很多都是国王的女儿啊 她们当时发了大心 然后经过很多节的修行 变成现在这么高的地上菩萨 这些主业神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给下一个讲